大家好, 水上市場 我不是第一次來的 但每次來都覺得很美, 很吸引 曼谷周邊有很多不同的水上市場 當中以這裡最大, 最有歷史 如果以四面佛為市中心起程 兩個小時車程大概就能到 就是這個Dom Nung Sattwa Floating Market 所以這個就叫丹林沙朵水上市場 我聽說要早上來這個水上市場 才最熱鬧, 是嗎? 對, 因為這裡早上8點至10點 是最旺的 難怪我們今天要這麼早來 但真的很熱鬧, 很多人 對, 很像廣集一樣 錯了… 大家好, 大家好, 大家好 大家好… Dom Nung Sattwa 就是賓至而歸 這個過百年歷史的水上市場 之所以這麼發達 是因為這裡河川支流多 當時這裡的居民除了用船 去做交通工具, 也開始做生意 很害怕 等一下… 怎麼會這樣 怎麼會這樣 我怎麼會這樣 這裡又有 我們村裡又有 射, 很多條射 你嚇到我, 也很害怕 你嚇到我 我以往村 我以為燒香蕉 我以為燒香蕉 真的嗎? 真的嗎? 對 可不可以… 給大家… 幸福和美食都要自己爭取 今天買到第一樣東西 早餐, 燒香蕉 你這個人不可以吃嗎? 中伏 中伏 欸? 不像香蕉 金蕉蕉蕉蕉 不知是要用高碟 你說要的, 你已經把他都灌好了 你甚麼你也試試看 這是甚麼 是薄餅 裡面的那種好像棉花糖 對 是椰漿 椰漿 是, 你試試看 這個薄脆是超脆薄薄, 而且做得很薄 裡面真的好像棉花糖 炒烤的像是燒溶了的棉花糖 但它是有椰子味的棉花糖 最棒是划算, 10匹一塊 就是兩元港幣 就是兩個多港幣一塊 真的很划算 真是很高興 這個如果可以做手信也很棒 再把它變軟了 對, 做不出手信 你看, 前面有薯麵, 我們一起吃 好 你們有想過為何薯麵這麼小碗嗎 因為船很小 船很小 其一, 船很小 他們可以放的工具也有限 然後小碗…吃完繼續做事 有叉燒、魚片、海鮮 教會你們的, 叫做辣米 辣米 辣米就是什麼都齊了 好 謝謝, 歡迎 無論這個船麵有多好吃 也不及在岸上吃得那麼瘋狂 在岸上吃船麵 我最高紀錄是50碗 這碗船麵只有一兩大 可以吃到很多…很多碗 我十碗沒問題了, 叫我爆吃小天喉 好吃的東西, 怎麼可以讓它停下來 來了… 很久了 任君選擇 對, 每個人都要來, 至少都要幾碗 對 不會這樣逐碗叫, 有的 但怎麼說, 意識較強 對, 其實我以前也來過這間 我一進來, 每間都是吃船麵 不知選擇的, 但不用考慮 看到這裡是最多人 所以馬上進來 沒錯… 這碗是用牛血來煮出來的湯底 有些店舖會用豬血 有些是用香草去做的 但泰國人很聰明 如果這樣加牛血, 很腥, 吃不到 吃了一些中藥, 平衡整件事 這樣就變得這麼腰味 其實船麵最棒的是 那種選擇的自由性 可以選擇魚蛋、豬肉或牛肉 做了送菜的配料之外 是 麵底 我這份是粉麵, 我這份是清湯麵 你現在吃了這個, 甘編粉 拌麵的醬是甜甜的 其實泰國吃的都是甜甜的 讓大家吃得上癮 而且它很小口, 你可以多吃一點 我喜歡吃這個叫甚麼麵 蛋糕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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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爽口, 又很彈, 我喜歡這種 因為蛋糕麵是沒有鹼水的 它是全蛋 所以跟我們香港吃的雲吞粉麵 完全不同, 咬口 吃起來有蛋香, 有麵粉的味道 泰國是一個很獨特的麵食 還有, 我覺得薯麵就像清湯麵 我們可以點不同的麵, 不同的菜 你知道這裡有多少錢一碗嗎? 16泰國 吃到很多碗都可以再繼續炒 通常吃薯麵的地方 桌面可以包一包 或者你們另外點的是炸豬皮 是薯薯 你這樣咬, 固然很棒, 但浸得有點軟 這也是他們吃的薯麵的味道 我吃的一家, 已經做到第三代 以前他們在擺檔的時候 只賣三匹一碗 到現在賣到16匹一碗 整條街上賣薯麵 很熱鬧的地方 Michael, 除了坐的士, 還可以怎麼來 這裡很容易 因為這裡我們坐空鐵, BTS 來到Victory Monument 勝利紀念碑, 4號出口 逆時針方向走到對面 下天橋, 就是這個船面一條街 飽一點 又再點, 怎麼了?你們飽了嗎? 飽了嗎? 飽了幾碗 你數一下… 我數一下 2、4、6、8、10 這裡也有20幾碗 兩丼 加上40幾碗 2萬50碗 平時我個人紀錄 所以我決定點20碗 對不起, 依攝卡 我幫你兩碗 我幫你兩碗 每天都不斷吃, 怎麼減肥呢? 游水, 做沙巴吧 最好碗 現在的人越來越注重心靈療癒 我自己也是 我在香港也有玩過仲撥 來到曼高這麼漂亮的環境 這種體驗我覺得比香港更棒 仲撥是一種很古老的聲音療法 它的原理就是利用同頻共振 當你不開心焦慮的時候 其實你的頻率很低 仲撥的頻率偏高的時候 就可以帶回你的身體的頻率 你就會從而放鬆你的心情 令你開心一點 我這次來做這個仲撥的療程 原因是這幾天經常吃太多東西 現在有點焦慮, 覺得自己會胖 但現在做完之後 馬上覺得我可以多吃一頓 Michael, 來到這裡 好, 有點自身在日本的感覺 你看看外面的日文字 剛才我還看到有日本妹打扮的女生 經過的頻率 這裡一向都出名 是最多日本人居住的 而且很多日本菜的店 現在這一刻, 我們看出去吃 像東京南青餐的小丁, 很有感覺 這間店是吃日本卷物的 而且是吃素的 吃飯… 很漂亮 我跟新的朋友說我吃素 他們以為只吃灑菜、沙律之類 其實我想說現在的素食 是色香味俱全的 你看看, 漂亮 我看見了 我看見了 造型是滿分之外 味道是爆燈 這個牛油果卷 旁邊就做了一些天婦羅粉 加醬汁, 我試試看 聽到嗎 脆的 我看見了, 表面炸得很脆 飯很好吃 是 飯是黏的, 有一點糯米的感覺 而且天婦羅粉很香 外面做得像飯椒一樣 我來的時候, 她也聞得很仔細 她問我, 你是奶蛋素嗎? 吃不吃五身 她怕你不吃東西 她會配合你的需求, 幫你做 在班戈吃素, 其實很普及 問得這麼清楚, 這是很細心 紅菜頭, 她的飯是赤身壽司 我覺得比真正的赤身 因為我可以很放膽地吃 紅菜頭, 平時吃起來很甜 但她跟飯真的很配合 就像兩夫妻一樣, 好吃 那你又誇了一點 兩夫妻要找到默契 我想試這個 因為當我不吃肉之後 其實有時候看到這種造型 我會想試的 因為我很喜歡吃咖喱豬扒 今早看到它的時候 已經覺得很想試一下 懷念那種感覺 這個咖喱飯很討厭的味道 吃完後, 就去了東京車站 味道很日本 咖喱做得很好吃 因為真的像日本咖喱 真的帶甜味的咖喱 而且我剛才特地吃了紅蘿蔔 很軟, 很入味, 很好吃 好, 我先試吃豬扒 我先吃一口 像嗎 像嗎 像, 我的天 你看看, 肉質感 真的要試一口肉 它真的捏得很神奇 而且咖喱的味道真的很重 再加上炒滑蛋 你看看, 這個飯… 而且白飯很認真, 你看 好像日本米, 對吧 日本米, 還要煮得剛好 像胖胖胖胖胖胖 這個很濃郁 這個鯊豬扒 直接閉上眼睛 覺得自己在吃真的鯊豬扒 很好吃… 謝謝你帶我來, 很開心 其實每次來到Banggok 有四樣東西我一定會吃 雞飯、船粉、豬手粉 雞飯和滷水鴨麵 第一, 說起滷水鴨麵 其實有很多選擇 因為滷水鴨麵在泰國人的心目中 那種入世 跟我們在香港吃雲餐麵一樣 我吃過很多檔不同的滷水鴨麵 這裡令我著墨 原因除了好吃 最值得是營業時間 我不知道它什麼時候可以吃 我摸過很多次門釘 這次幸好找得到它 韓國米圖, 整個早上人還沒睡醒 你說要帶我吃鴨麵, 有這麼神心? 這個滷水鴨麵是我自己吃過最棒的 你看, 現在一大早已經掛了這麼多隻鴨 你就知道它有生意了 很新鮮 櫃裡面除了鴨 當然買了它們賣的粉麵 還有金邊粉、米粉、蛋麵和河粉 你喜歡吃什麼? 河粉 河粉是嗎? 好的 其實我欣賞這裡是因為兩夫妻 用心做好自己的本分 只是做滷水鴨, 不貪心, 沒有其他東西 它出來的味道是你吃完會掛念的 你吃完會很好吃, 你是回不了頭 這個麵跟我們在香港吃到的滷水鴨很不同 因為泰國人多樣東西, 一份很獨特的甜 它的甜不是那些糖或味精 那些古靈精怪的東西 是因為它用了很多大量的鴨肉 鴨殼煮出來這個湯 這個湯那種甜, 一飲難忘 這些剛出現的鴨, 真的香噴噴 這裡是廚房種地 這三個鍋是什麼呢?當然是他們的秘密 每一隻鴨都要經過四小時的低溫慢煮 即是那些法國菜Souffire 八點鐘開檔, 其實三點多鐘回來 開始要做東西 兩個一起在這裡泡鴨, 煮滷水湯 每一口都是心機 這是我欣賞他們的地方 整整四小時, 準備有東西吃 還是要嘗到… 對, 這兩口好意… 它的湯是鴨汁很滑 很豐富的鴨汁鴨貝 這碗湯是鴨的精華 完全沒有混淡 很濃郁的湯 很滑, 我問一口食粉 也會把湯的鮮甜味勺勺勺 對, 很掛心 由於新鮮鴨的關係 我一定要點內臟吃 吃鴨腸 鴨腸我喜歡吃 鴨腸很乾淨 還有一點肥膏 肥膏 都沒有 很放心, 多吃一點 而且我很想嘗嘗這個 我早上吃的鴨腸 這個一咬肉就可以切開 這個很好吃 主角 滷水鴨 這個鴨肉燜得剛剛好 剛才我看它切開的時候 切開中間貼著骨的位置 還有一點粉紅色 這個鴨肉的軟滑是… 因為你咬下去, 剛剛鬆軟 剛剛好 真棒 再加一碗乾燒 加油 這個蛋麵很美味 對, 還有一個QQ彈彈的口感 在口中 好像吃醬油 你這次帶我來, 下次怎樣來 坐這個空鐵, 即BTS 來到Cunawiti 再轉的士 來到這條街 耐暖特暖101-1 在街的中間 你看到對面有油站 就是這間鴨店 但是下次你能否吃到呢 我不知道 這裡絕對是粉面界的海士神樓 沒有特定的營業時間, 做夠就算了 他們這麼放鬆 泰國人的生活真的很放鬆 快點, 下次再叫我早點起床 出門旅遊, 穿著傳統服飾 拍照打卡, 這是指定動作 所以泰國近年都很流行 穿著泰國去行古廟 我的三位女拍檔 放下了我一小時 希望不用我等到變化石屍出現 好, 你們好, 你們真的很漂亮 不漂亮也不帶我們三個來這裡玩吧 你們覺得今天這個造型如何呢? 說起今天可以穿這麼漂亮的 傳統泰國服飾 多虧六十年代的時候 泰國女王去外訪 我之前請了一個設計師 根據國家歷史文化 設計了很多套 這套是其中最受歡迎的 成為了最經典的一套 你真像皇后 對 我知道泰國人很喜歡起庆的顏色 像紅色、金色一樣 所以我們選的泰服 我特地選了很鮮豔的顏色 除了喜慶的顏色之外 好像我身上的這個藍色 其實泰國人心目中 也有安寧平和的感覺 還有釘珠 其實我們每一件都是獨一無二的 它全部都有人手釘, 很浪費時間 這麼有儀式感 來到1809年落成的鄭王廟 二百多年歷史了 我知道這個鄭王廟 其實是紀念第四十一代 旺帝寺廟 其實它每一個塔上 有很多不同的動物和神像的雕塑 造工非常細緻 不僅如此 塔身上還有彩色的瓷磚 玻璃柱 塔頂還有金箔包裹 所以這裡有泰國愛比爾鐵塔的稱號 我們今天穿得這麼漂亮 來到鄭王廟 Michael, 你不是不邀請我們合照嗎? 我想的, 不過我害羞 很快 害羞 快點, 快點拿個酒品出來吧 我認得這裡 這裡就是萬谷最大的寺廟 惡佛寺 不如一場來到, 我們去求求愛情運 也好, 最近都差點愛情癡潤 有些缺塘的, 缺塘 缺塘就叫補客堂 我知道這裡附近 有一間很大吉的甜品店 我知道你在說哪裡 我發覺後門這條冷行 走到盡頭還能看到鄭王廟 這裡有一間小店賣芒果甜品 很棒, 跟我來吧 很好看 很漂亮, 很容易承認 對 村友, 這裡… 這裡… 這一間 我會撕嗎? 很漂亮 對, 這裡除了打卡漂亮 食物好像很可以 不要只要打卡才行 是甜品, 會用的 我安排了雪糕套餐給你 這是白花芒 這是青芒果 還有這是煙芒果做的雪糕 白花芒是否真的 泰國人最常吃的芒果 最常吃, 還有最好的芒果 所以它用來做雪糕 真的沒有 芒果甜不甜 然後青芒果, 我們在街上炸 看到有人拿著一袋袋吃 蘸醬汁的, 他們用來做另一種雪糕 而且最特別是配上這個醬 這個醬, 青芒果裡面有辣椒 有蝦醬 蝦米 蝦米 總之是酸酸辣辣 好像在吃蝦醬味的鹹香味 在Banggog的廚師想出了很多特別配搭 但你前面這個就厲害了 是 又有雪糕 好, 又有芒果, 還要做太多 很有醉肉感 我覺得這個在這裡是最現代的 跟我年紀一樣, 也是這麼… 行了…不用說不久了 我朋友知道了 你不要說不久了 那就是了, 你真是的 看, 已經油油在包裡吸收了 我的天, 它這個醬汁入口即溶 又不會很甜 而且這個包的外皮很酥, 很脆 很滿足的感覺 包還是好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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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吃 麵很脆 然後牛油真的煎香做了一種 就像蛋糕一樣 對, 但是中間很軟 是嗎 這個很好吃 這個八番芒果真的很好吃 是 這間店用的芒果, 是我這麼多吃的 芒果醬味道 它又清甜, 又很香 是 其實味道是最好的時候 是嗎?我覺得已經很好吃了 因為有當做的 二月份打後, 天氣開始熱 芒果再熟一點, 再甜一點 我當時點的時候 我覺得這包有很神秘的味道 而且它的樣子很漂亮 喝下去其實是純正的芒果沙冰 上面這層是奶蓋 是Jasmine Green Tea, 即是莫莉花落茶的味道 美味嗎? 所以整件事更加… 清淡 清淡 我不相信, 我要嘗嘗 你先嘗嘗 很清淡 很稀 是不是…很清淡, 很好吃 因為你覺得… 很配 太大杯會漏, 它這個配搭挺好的 最厲害的是我這杯 Jumbo大小的 用三種大芒果打出來的沙冰 淡淡也是 對, 配搭回來的 芒果的滿足感 除了喝下去之外 你連鼻子噴出來都是那種味道 所以這間甜品真是有材料 還要待會去這個辦公室拜託 萬佛朝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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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醺 萬佛朝聖 萬佛朝聖 碼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